新聞介紹來看的是高通報 高速鐵路港町教在港以文聰訪区 針對鐵路高計劃臨時期的用地 來基盤到第二場的講解 港以市長頭身體行議員代表是特別出席 聽出到高通報高速鐵路港町教的幹部 當時也來了解到市民朋友所提出的問題和建議 在現場也公開裡面是相關路款 用地範圍的度和地接度 提供給土地所有管理還有厲害的關係人來懷孕 去影響台幼市場的民眾來誤會 高通報高速鐵路港町教占對港以市区鐵路 各計劃臨時期的用地基盤到第二場的講解 因為市民和機關團體對到鐵路 各界可能的三省的影響 已經在第一次的講解會當中的表明 高通報高速鐵路港町教 也以自民的方式進行來回合 對港經濟的公布當中 口頭再出來睡眠 希望市民對到自己本身的管理和政府 用地的委員會會越來越了解 以港以市区鐵路身體 對到民眾的相關也是很關心 特別出席這次家的講聽話 我們是希望跑鐵路高價化油 加以能夠大進步大搖進 也就是說這個把鐵路往上移 目的就是要加以大進步 簡單講就是 鐵路高價這個大概有340億左右的這個工程 在九年中間 會帶來240億左右的工作機會跟商機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子 後期我們還要把鐵路高價油的路廊下面的土地 我們都在周邊的土地 以及其他龐北所有的這樣被活化去挖起來 來做整體的開發建設 所以會帶來少著1千億多著3千億甚至以上 整個城市的一個建設跟開發 高通報告所提到工程序 在運工程序在這陣子 也在網路上頭 書面公布在第一場講聽話當中 土地所有官員 涉及海關派人的意見會 影響主力進行 包括水電設施的前衣 如果比鐵、補助的斬勞 計算方式 出席裡面機海設備的保障頂頂頂 另外在7月13、7月20號 也將會基盤到 應救費用地出到講聽話 各行主持都可以在家裔知新院警館的臉書 和各議事庫替路各界法界為全庫來處理 各行做法做單位 也將會在院警館留學頂頂 相關落款用的環圍堂合理制度 在公聽會辦後 也會在院警館來等待 歡迎民眾作為了解 世新新聞長頂頂頂王秀先生 跟他一起採訪報道